我国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确诊数字 在连续两天超过6000宗以后 今天又降回到5000多宗的水平 报5828宗 这也是国内连续第21天 将感染人数维持在4位数 此外 新增感染群也出乎意料的降到新低点 今天只有两个职场感染群 突破今年的最低记录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下午发布疫情文告指出 这两个职场感染群 分别来自柔佛居栏和沙巴金纳巴当案 一共累计了29人染疫 在康复人数方面 今天共有9178人出院 数字比昨天稍多 不过加护病防占用率也增加了12位 达到533人